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旅游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段激动人心的搭便车之旅 从美丽的波罗斯岛到希腊的梅塔纳半岛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惊喜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在计划前往雅典机场的途中 选择了搭便车的方式 与当地人和其他旅行者互动 体验希腊的热情与美好 在这段旅程中,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 包括一位热心的摩托车工人 一位建造度假屋的土木工程师 以及一位餐馆女服务员 他们的帮助让他在紧迫的时间限制下 成功登上了渡轮 虽然面临着搭便车的挑战和时间的压力 但在德国游客的救援下 他的旅程最终得以圆满结束 这是一段充满人情味的旅行故事 让我们感受到旅行中不可预期的美好与惊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希腊的梅塔纳半岛上 一名出租车司机迎面而来 比雷埃夫斯 他问道 我点点头 这正是我的目的地 然而 他眉头一皱 告诉我 有问题 尽管如此 他和他的梅塞德斯车 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载着我迅速而安静地驶过十公里 把我送到了梅塔纳港口 票 他接着问 我告诉他我需要购买一张票 这是他需要知道的关键信息 你决定是把我放在 萨罗尼克杜伦办公室 还是码头旁边 他举起八根手指 表示车费是十欧元 我心想 这位司机绝对值得我给他这笔钱 它是我这段旅程的最后一个环节 我的旅程始于美丽的波罗斯岛 那里的阳光和海风令人陶醉 我已经预定了 周五从雅典飞往伦敦的最后一班英国航空航班 虽然我可以选择从波罗斯岛搭乘高速渡轮到比雷埃夫斯 然后再乘火车前往雅典机场 但我想要在前往首都的路上多探索一些希腊的美景 因此 我选择搭便车 目标是几乎如同岛屿般美丽的梅塔纳 在梅塔纳 我遇到了一些热情的当地人 第一位是骑摩托车的建筑工人 他把我送到了他的工地 接着 我遇到了土木工程师科斯塔斯 他专门为外国买家建造度假屋 载着我走了一段路 随后 一位建材商把我带到了美丽的渔村瓦西 在那里 我享受了一顿海边早餐 心情愉悦 瓦西的风光美不胜收 我在海岸边享用了当地美食 心情愉快 接着 又一位土木工程师 米尔提亚德斯 载我沿着岛北部的道路行驶 米尔提亚德斯告诉我 梅塔纳的主要旅游景点是一座火山 他把我放在了登山步道的起点 这段徒步旅行大约需要半小时 沿途风景美得令人陶醉 虽然我没有勇气和装备攀登到山顶 但这段旅程已无比享受 中午时分 我回到了主干道 距离渡轮还有两个小时 我对在剩余时间内 搭便车到港口充满信心 然而 一个小时过去了 只有米尔提亚德斯回程的车经过 我心中不免交集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下午1点30分 距离渡轮开船只有40分钟了 但还是没有其他车辆经过 这时 我决定试试搭便车的第一条规则 无论情况多么糟糕 只要坚持足够长 德国游客最终会来救援 果然 来自科隆的沃尔夫冈 和瑞吉纳驾驶着一辆房车出现了 他们好心地宰上了我 并把我送回瓦西 至少在那里 有更多交通的迹象 距离渡轮开船还有20分钟 我开始沿着通往港口的道路走 这时 一辆出租车奇迹般的出现 拯救了我 我来到萨罗尼克渡轮办公室 买了票 匆忙赶到码头 令人松一口气的是 传完点了 在旁边的餐馆 我问 你们能在杜伦来之前 给我做一份希腊沙拉 和希腊咖啡吗 他们答应了 并迅速准备好 当杜伦抵达时 女服务员催促我 你必须现在就走 她帮我收拾东西 确保我在最后一刻登上船 从甲板上 我看着梅塔纳的壮丽景色 渐渐远去 心中暗自发誓 总有一天会再回来 完成这段未尽的旅程 也许还需要先联系一下 米尔提亚德斯 从比雷埃夫斯 到雅典机场的旅程 出奇地顺利 当我到达机场时 得知所有飞往伦敦的航班 至少延误了一个小时 幸好我吃了那份沙拉 让我在等待中 不至于饿肚子 这次搭便车的经历 让我感受到 希腊的热情和美好 也让我对未来的旅行 充满期待 这段旅程教会我 在旅行中 偶然遇见的陌生人 可能成为最好的帮手 从摩托车骑士 土木工程师 到德国游客 每一位热情的人 都让我的旅程更加愉快 特别是沃尔夫冈和瑞吉纳 他们的出现 证明了搭便车的第一条规则 无论情况多么糟糕 只要坚持下去 总会有人来帮助你 这次经历 让我不仅看到了希腊的美景 更感受到了 当地人的热情与善意 这些都将成为 我记忆中最珍贵的部分 当我站在 萨罗尼克杜伦的甲板上 看着梅塔纳的轮廓 在夕阳中渐渐消失 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与期待 感激这段旅程中的 每一次相遇和帮助 期待着未来 更多未知的冒险与惊喜 不管旅途多么曲折 只要怀着开放的心态和勇气 世界总会回应我们的期望 这或许就是旅行的真正魅力所在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这次经验丰富 且充满惊喜的搭便车旅程中 一系列的巧合和热情好客的当地人 共同织救了一段难以忘怀的故事 从波罗斯岛出发 经历了多次转程 最终抵达梅塔纳 这段旅程凸显了 希腊地区的美丽与人情味 这段旅程的起点是波罗斯岛 一个以其宁静的海滨 和丰富的历史遗迹文明的小岛 原本的计划是从波罗斯达成高速渡轮 直接前往比雷埃夫斯 但为了多看一些希腊的风景 作者选择了一条更具冒险性的路线 搭便车前往梅塔纳 再从那里搭渡轮到比雷埃夫斯 这段旅程象征着自由探索与冒险精神 是旅行中最令人愉快的部分之一 搭便车本身就是一项充满未知和挑战的活动 而这次旅程更是充满了各种意外的转折 从码头的一位热心出租车司机 到几位善良的土木工程师和建材商 每一段路程都充满了希腊人特有的热情与善意 这些短暂的相遇 不仅解决了实际的交通问题 还让作者体验到了当地人的生活和文化 其中最有趣的部分 莫过于返向沃尔夫冈这一搭便车技巧的实践 这条规则 源于一个颇具幽默感的搭便车者指南 暗示着无论情况多么糟糕 只要坚持足够长的时间 德国游客最终会前来救援 果然 来自科隆的沃尔夫冈和瑞吉纳 驾驶着房车出现 这段插曲既幽默又温暖 让整个旅程更加难忘 在瓦西这个美丽的渔村 作者不仅享受了海边美食 还有机会与当地人交流 感受到浓厚的社区氛围 这些细节 让人们看到 旅行不仅是景点的游览 更是文化与人情的深度体验 最后的紧张时刻 是作者在距离渡轮还有20分钟时 终于遇到了一辆出租车 在经过一番奔波之后 成功登上了渡轮 这些惊险的瞬间充满了戏剧性 让人捧腹大笑的同时 也感受到旅行中的不确定性和惊喜 整个旅程结束后 作者从比雷埃夫斯顺利抵达雅典机场 虽然航班延误 但这次经历让人感到充实 且值得回味 这段故事不仅展示了希腊的美景 和当地人的热情 还体现了旅行中那份纯粹的快乐 和对未知的探索精神 这次搭便车的经历 不仅是一段旅行故事 更是一种心态的展现 在面对困难和未知时 保持耐心和开放心态 最终都会有意外的收获 这段经历 让作者对未来的旅行充满了期待 也让我们看到了旅行的真正意义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